做事踏实 技术高 人屁还好 真的 你这样去问 不会影响孩子工作吧 他又不知道咱们什么关系啊 那也是 对啊 不对 赶紧停车 赶紧停车 快快快 师傅 停车 停车 怎么了 咱不是说你老公来接我们吗 咱怎么打张车了呀 对啊 师傅 那您先送他们回医院吧 妈 你送小姨回家 我一个人看超市就行了 别姐呀 不是说好了吗 咱们俩一起去超市的 没事 我一个人看人就行了 盛盛 我可以的 我宁愿自己一个人看超市 这孩子 盛盛脸皮薄 真是害羞了 孩子 是 我我自己去 去苦的 你需要 我妈们看超市 打招了 我来 我再对付声 我给你带你带到几岁입니다 三岁 我去找你吧 你更多了 你看我来 你可不可以带到几岁吗 我手上组了 我这样的 你不顾了 你怎么可能 我可以带到几岁了 你不行 说我走 他约你去书店买书 但约的是郊区的书店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是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我问你呢 你问我干吗 毛哥 你说我把他约在郊区 那个分校 他过去的话 会不会太麻烦了 有没有分校在哪儿 那也是郊区嘛 不嫌远嘛 我就是因为远 才约在分校的 知道吧 你看啊 我把他约在分校呢 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先买两本书 然后我顺便啊 把照片给他 回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坐校车 这校车一路上 晃悠晃悠的 浪不浪漫 男的你的 男的 追你呗 不不不 他 他应该挺多女生喜欢的吧 这 这 这朋友 约人买书 这年在约人买书 就挺有意思的 对你 有点那啥吧 那为什么约在郊区呢 浪漫吗 不浪漫吗 浪漫浪漫浪漫 我觉得也挺浪漫的 我说你吃这个东西还挺漂亮的 行 行 行 以后我有女儿的 你给我女儿也吃一个 好吧 先看看今天浪不浪不浪漫 浪不浪 就为你这个也必须浪漫浪漫的 是不是 你听黑胶啊 我们录音棚也有台唱片间 大家每个星期过来轮流买唱片 一块儿听 你也喜欢听吗 我以前没听过 好多唱片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 看过一个老电影 里面有个女孩 有个女孩 有一整遍这样的唱片墙 那时候我就想 我长大以后 也有这么样一页唱片墙 后来MV3就出现了 对 后来大家都用电脑听歌了 现在都是用手机听 数字化了 听黑胶的人越来越少了 你怎么知道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你知道我为什么 喜欢听黑胶吗 因为你喜欢文艺复古 还是黑胶音质能更好一些 因为黑胶它是物理刻录的 由于唱机转速 还有空气湿度 这些因素的不一样 你听同一首歌 每次的感受是有不同的 同一首歌 每次听都不一样吗 理论上来说 是有些微差别的 那还挺浪漫的 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鼓点也可以吗 嗯 来 我刚刚听你这么一说 我真的觉得黑架好神奇 好有仪式感啊 你如果喜欢的话 你可以来录音榜 随便你听啊 你要不要看一下书 好啊 老板那两个小帮的 帮我留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 老板那两个小帮 你想好像吗 你 想 老板那两个小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你签名 你看 你看 这也是我一朋友去年出的书 让我们帮着签了几百张呢 这书签也是随机的 完美批评的人都签了 那我买了 你要是喜欢签名的话 我回去找录音朋友说给你随便签 不 我要自己买 这书恰好没看过嘛 买回去看看 就当支持你朋友了 恰好被我翻到 注定就是要买的